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俄羅斯多地仍然實施封鎖措施 戲院的營業時間亦有限制 在聖彼得堡 一對情侶近日夜闖無人的戲院 他們大吃大喝 任意拿戲院的爆谷和飲料 還將戲院當成時鐘酒店 在裡面打野戰 兩個人在戲院睡覺 直到早上才離開 從頭到尾都沒有保安發現 事後戲院不僅沒有譴責和實常 反而大讚這對情侶 整理得很乾淨 又說戲院的椅子和配備等 都歸回原位 現場保持得非常整潔 因此向兩個人送出多張戲票答謝 這對出位情侶無受罰 反而獲得特別的獎勵 會不會吸引更多情侶到戲院過夜呢 中文字幕提供 在你什麼事 都會有意見